天啊 相归 天啊 相归 天啊 心情 彩帽双全的袖装千金 雪娘 偶遇翩翩公子 不料却展开一场强曲豪夺 虐恋情深的激烈 两生花节 描绘明末清初一则积爱传奇 导演红红 翻转来新名剧 艾米丽雅 加勒蒂 由新传当家小蛋张梦义与帅气小生江婷莹领衔主演 将现代剧场与传统戏曲做完美结合 我们知道传统戏曲这两个词其实都很重要 作为一个传统歌展戏其实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吸收外来的影响 内化跟台湾在地的风土民情结合 然后让它可以一直不断地持续发展 那这个发展本身就是传统的一部分 所以这次我想说我们就引个稍微远一点的源头活水 就是一个德国的剧本 但是其实它在内在精神上面 跟台湾过去的很多的戏剧故事有它相通之处 但是它可以带来一个比较启蒙时代的思考 那这样的一个剧本经由在地化 而且事实上是东方化 那我其实私心里面是蛮期待说 这个剧本让熟悉原本的文本的德国人 或者是西方人来看 它可以看到我们如何用传统戏曲的形式 这种表现的形态 可以让这个原本的剧本 焕发出完全不一样的光彩 同时也可以看到如何用东方思维 以及台湾当代整个社会现实的思考放进去 能够看到这个故事的一个更新的发展 跟当代的更深的连接 那当然新传歌仔戏团的一般非常厉害的当家演员 我想是这个戏的最重要的灵魂 那我们从排斥到现在 其实针对角色有非常多深入的探讨 那其实我自己也是在学习 不只是乐仔戏的形式 而且在这个排泄过程当中 跟这些演员们就一一在学习 如何去从角色的生命出发 去理解 去呈现 我心意不利 你可知道 我是学习的良人 六载天兄 你必是心批物业天地 六载敏感 你就是祖勇作成的 悔赢鸡啊 青鸡由擅长话语结合的二分之一Q剧场制作 以昆曲 金剧 歌仔戏组成梦幻三重奏 灵感源自后雷锋塔传奇 情节上则吸收日本能剧梦幻能手法 以全新视角速缩献给当代的白蛇后传 这个青鸡这个戏呢 它其实就是来自白蛇专这个大IP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可是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啊 就是放到这个白蛇入塔后的一百年 那这一百年之间呢 这个白娘子跟许仙呢 其实都还活着 就是活在大家这个口耳相传的传奇当中 那许仙呢就在这个传奇当中呢 他就活成了一个千古咒骂的复兴人 那所以呢 但他还有点不太平衡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就设计说 他的冤魂一直都在人间徘徊 他好像有很多很多的悔恨 因为我们都听过一句话 就是悔恨呢 就是人间最残酷的炼狱了 那然后这一天呢 就是从远方啊 从那个很远的日本 他就来了一个牛侠 他说他要去这个雷锋塔 就白娘子出来 那我们的故事呢 就从这边开始 有点小无厘头的发展下去 但是呢 但是最后呢 我们其实很好奇的是说 这个白蛇入塔之后呢 这个雪仙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还有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白蛇放出来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 给他安排了跟这个雪仙的试迹相会 就这个重逢的场景 我们可以怎么来布置 怎么来运作 然后借他们的故事呢 来讲讲我们想要讲的话 大致上是这样子 他这个戏呢 还有一个创作密码 就是一个三跟一个二 那个三的话就是我们用三个剧种 来表达这三个剧种人的心态 像那个千古复兴人啊 他就是唱昆曲啊 然后那个 这个女主角呢 这个腰跟人 在百当跟人腰之间的一个自我分裂的性格呢 那他就有时候唱金剧 有时候会唱昆曲 那这个床录这个许白之恋的床录者呢 我们就邀请他唱这个非常自由多元的歌子来写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见这三个人在一起啊 其实还蛮闹的啦 然后第二个密码就是二嘛 我说的二就是说 我们这次比较特别是用一个双面台的概念来玩 那双面台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演出空间 就是观众呢 会觉得这个双面台好像可以让它更深入这个故事的场景 因为那个每一个演员都是360度在你前面绕嘛 所以你就觉得欸你很肯 你看它看得很清楚 就是脸也有戏啊 背影也有戏啊 我们的演员很辛苦 就是他那个戏的能量要开两边这样子 2024台湾戏曲艺术节双旗舰制作 以前卫创新挑战文学经典 为古典文本注入全新生命力 让台湾传统戏曲展现出更宽广的可能性 不管是跨剧种或者是文本的跨国界 或者是呢演出人员的所谓的彼此之间的跨域的协助 我们希望能够引领一种新的表演的形态 呈现的形态 甚至于是一种合作的形态 能够呢为台湾的戏曲艺术带来一个引领的作用 那么在过去的几年来大旗舰深或好评 几乎我们的大旗舰都会不管什么样讲 几乎都会有大旗舰的作品出现 那后来从去年开始 我们也很务实地认为旗舰两个字不得于戏曲的规模 也就是说如果有中小型的规模 其实它也可以有旗舰型的引领 意思去年呢我们这个传艺中心呢 就很勇敢的在启风老师的这个策划下 我们呢启动了有小旗舰 那么呢得到的回响蛮好的 那今年我们依然呢在继续做小旗舰 也就是告诉大家引领品牌的戏曲呢 不仅呢是做大而已 也有精致而好的小型的中小型的 也就是戏曲不管哪一种能量 它都能够在它的定位上 能够具有呢发光发亮的潜能 也能够呢继续地透过呢 这个台湾戏曲艺术节 这种品牌活动让大家看得到 新传歌仔戏剧团《两生花节》 将于6月7日至9日 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演出 二分之一Q剧场《青鸡》 将于5月17日至19日 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演出 精彩好戏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中间 中间